大家好,我是五哥 今天继续谈谈Sopify 如果大家未看,今天已经到第七集 之前的几集就在这里一一介绍 由如何开启Sopify申请的帐户 有些设定是一定要做的 如何入一键货 然后入一键货几个款式 开启Collection 已经教了 今天到第七集就会教大家 不用太麻烦人手入货 自动波一按按键 就已经可以将你的货 全部放入Sopify的网站里面 在未讲这个之前 就解答少少大家 关于Sopify 通常都会问的问题 开播的时候一定会问 最初对Sopify 最初有形式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做一个网店 网店的货货不是自己的货 可能你会想 一些很独家的货 例如手作仔的货 或者一些货 不是那么常见的 而是在Ali Express Ali Express 是一个公众很认识的货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阿里巴巴 Ali Express 这些地方 为什么在这些地方 入货 入货 就去买 为什么有个客人 会这么笨 用这么贵的价钱去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就要留意 首先这个问题 我开出的时候 也是有什么问题 我也直接问了一些 所谓的Guru Sopify 的大师 得出来 有两个答案 我觉得是很普通的 第一个答案 就是客户的心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好像你去淘宝买东西 在淘宝买东西 大家都很有经验 香港人很多都在淘宝买东西 譬如我想买一条手链 送给五嫂 我又不知选择什么款 我有些条件 他可能很喜欢一些 比较闪闪的东西 比较冰冰 我选择 不想太贵 可能人做手链半宝石 我选择 选择之后 我发觉 他都是比较 比较喜欢一些 塞得来 又多颜色 我发觉 这些挺好的 我一出来 我就会选择 但是很多很类似 你会很类似 你选择哪个呢 基本上这两条 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这两条 直头差不多一样 连图也很接近 图片也是这个 不知道卡提山是什么 我不懂 都是很相似 如果你是客户 你会选择什么呢 很大机会 你选择最多人买的 所以 其实同样道理 人都是羊群心理 多人买 他自不然 就会跟这个买 所以 就算他这个价钱是贵点 不过这个情况 就反过来 这个价钱是便宜点 就算他价钱贵点 那些人都可能 走去价钱贵点 但是又多人买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很多外国 特别是香港和微烈 外国很多时候 他们会搜索自己的朋友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网购 因为他又开车不方便 买东西 都是麻烦一点 所以他们买东西 通常都是网购 而网购 很多时候都是靠 社交平台 或者朋友介绍 所以 他们的网店 那些全部都是 在社交平台买广告 特别是Facebook 或者有些人用YouTube 以及Instagram 这几个平台 他们在那个地方 卖广告 自不然 便会吸引他相关的朋友 去买 朋友买 他又卖 或者是Tag他的朋友 这是第二个原因 而第三个原因 就是 本身 Ali Express 虽然他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 原来有很多人都真的不知道 正如我们 现在 我在这个平台上说 我在YouTube平台上说 我都相信 你们在看这条片 或者之前看我几条片的人 你都未必 每个人都知道 Ali Express 我们香港人 那么近大陆 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更何况大陆 外国欧美的人士 都不一定会知道 虽然 现在越来越知 越来越普遍 因为很多人都在YouTube上猛说 这个 运作模式 Softify加Dropship的运作模式 是会不断说的 所以 都是 所以竞争是 有的 甚至是 可以说大 看看你是哪个Liche 是什么Product 你才可以 真的决定到 你那件产品 是不是生存到 可以和别人竞争 这就是后话 也是靠你的智慧技术 去找一些 可以卖的Product 第三样 最后一样 就是 有些人问 为什么要跟Ali Express买 我可不可以其他地方 入货 可以的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平台 都在做Dropship 只不过Ali Express 比较多人用 而它的平台做得很好 它有评分制 它的物流做得很好 整个网站都做得很好 很成熟 所以很多人在这裏不买 外国很多网站都很多 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但是 最初做 你做Ali Express 其实已经够了 要赚到钱 Ali Express 都可以赚到钱 差在其他做的技术 也好吗 例如买广告 卖得正不正 这些就慢慢学习 因为 不可以一步登天 一定是要慢慢浸泳 希望今次 这几个解答 解答到大家的问题 好了 继续开播 我们就讲回 这个 Softify的网站 大家进到这里 就 订阅了 去到这个dashboard 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直接 在Ali Express 可以在这里 进入货物 可以安装一个app 这个app 类似 在workpress里的plugin 也是同种道理 它的plugin 就叫apps 第一个 差不多 你这部分 都很有机会安装 因为 差不多 每个都会安装Obello Obello 就是我们今次要安装的 apps 这个apps 给大家看看 它是做什么 这个apps的好处就是 它把你的产品 直接 夹进去 你要记住 这是另一个平台 就是 有一个shopify的平台 又有一个 Obello平台 Obello平台 就帮你找一些product 接着夹进去 你的自动波 夹进去 shopify store 我现在教大家如何装装 按了app 之后 就打回你的网址 接着就LOCKIN 接着呢 就等一会 它就帮你装进去 你的shopify store 那你就看到 它就会装进去 你那里 那当然 你就要它 install app 因为都是批准它 授权那些东西 那你就去按 install 接着等一会 那就很快 就装完 很简单 装完之后 接着呢 要怎样做呢 现在你看到 这个是 记住是另一个平台 Obello平台 它是Desport 来的 这个才是 你平时用的 shopify平台 是两个平台 记住大家 不要弄乱 现在是用两样东西 那 回到Obello平台 那接着 我们怎样做呢 譬如我们想 找一些product 去add 好了 那 教一教大家 入到Obello 这裏 有些什么要搞 那我们刚才 就在这版 看到manage product 这裏有一堆 那它的好处呢 它就是 因应时间 自动弹出一些 很适合你 卖的product 或者是 很好卖的product 或者有些 抵抗的product 譬如现在就是 傅置 我已经过了 傅置 因为这个 他也是放了一阵 那傅置的时候 你一早就会见到 这些 譬如前一个星期 或者聖诞之前 一两个星期 他就已经帮你放了 一些很适合的product 那就是这些 那有些很好卖的product 譬如这些 好像 那个 达比池 两只手 那些 这些 这些 其实很好卖 这些 外国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买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 网站 专买的 都很好卖 那这个 这是另一个话题 那接着呢 你这里可以自己 慢慢搜寻一下 那就 有了 那 我们现在试一下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看对 一个product 我们可以 怎样做呢 那我譬如 我 这里 我不是很对 我暂时想要 有些猫猫的东西 那我就 怎么找呢 我就找cat 是 search 它自动 和猫有关的东西 都会放在这里 那我就在这里找 譬如 找对价钱 和款式的东西 这些 是的 那你就找对的话 先看一下 我假设 我找对一个 这些相对贵一点 我试试找一些 诶 看下 没有 便宜一点 譬如 最便宜的价钱 开始 那这些 几便宜 这些比猫猫玩的 这条链都不错 这条链都 便宜的 这些比猫猫玩的东西 那我可能 我要找一些 是 譬如 颈链 对了 又便宜的 颈链 那 那 就 这些都 挺好 这些好像什么 牌子 那样 逐只算 这个都不错 我觉得 诶 先看一下 不过它 似乎 就不是很多 那要再研究一下 这些公司 是不是真的可以 那 那 这些真的挺漂亮 那 如果我不要 那 看看有没有其他 那些 其实 这些可以 千千万万样 都有 大把 给你选 那 看你自己心水 那 所以呢 去到 最后呢 其实 真的 看你 心水 哪个月 那 选 都 看你自己 那 那我先看看 我现在 去USA 先 其实很多方法 可以 给大家 选 的 所以就 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 规定 的 诶 这件都不错 我觉得 挺帅的 这件都挺好 好 那我就这件 好 我选对这件的话 那我就 Add to Import List 你等一会 这件事 那你就见到 Import List 那里呢 就会有的了 对了 等一会 它就彈出来 因为它要加上 球车的 那你就见到 球车的衣服 那它有 description 放进来 collection 你可以加上 collection 我之前开了两个collection cloth 我放回cloth 这些tag 如果你有tag 可以放个tag 因为我暂时没有开到tag 那是有不同的款式 那些款式呢 就有 这些就不同 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公仔 那你想不想买呢 譬如你想买 马那些我不买的 鹿我不买的 女仔挺有趣的 我买的 这个女人我不漂亮 我不喜欢 这个狐狸我不喜欢 这个狐狸我不喜欢 这一只都一样 这个很噁心 我不喜欢 那先看看 那我当是这样 都差不多了 那跟着价钱呢 它的 profit 如果你买这个价钱 就赚这么多 那我们 因为它成本是0.6 那我 当我mark 全部都是 都是 25元 先 这样 那它就帮你全部自动 mark 25元 一件 那它就帮你算完 profit 就是24元 就是这样 那搞定了之后 那怎么样呢 那我们可以 import 去 store 那里了 那些相片 那些相片 大家都要留意的 这些相片 可能有些 是下了公司的名字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最好就不要了 因为这些 你始终现在是 在做dropshipping dropshipping 的目的呢 就是不想它 放它的广告下去 因为 有人问 为什么用Ali Express Ali Express 的好处就是 它们差不多里面的厂 都已经做 dropshipping 所以它们很心目 你只要下了一句 order 告诉他 我现在这件货 是在做dropshipping 你不要放你的单张 公司的名字 任何有公司的资料 进去 那件货 那它就很心目 就不会放任何 的广告下去 如果不是呢 你又可以想想 那位美国的加利福利亚 的客人 他下了order 买回来 收到件货 那件货上面 就不是你公司的名字 即不是 五哥shop 这间店 反过来 是一间 不知什么的大陆公司 Made in China 那些公司的名字 他见到 那他可能下战 原来都不是你卖的 直接去那间shop 直接去Ali Express 所以呢 就 选择Ali Express 的好处就是 这些公司全部都很熟 做dropshipping 你告诉他 我是做dropshipping 那他就不会寄那单张 如果不是呢 就好像你收 图保货 图保货里面 永远都有些什么 QPON 優惠 给五个星我赞 我给你什么 各种各样 那这些他全部都不会有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 那好了 那我们当选择好之后 如何放入你shopify store 里面呢 就按import to store 那呢 等一会 那其实呢 这个过程就很快 那跟着就自动波 其实就落了去你的store 里面了 那大家看看 你记得我之前做的product 只有几件 是不是 只有三件 现在多了一件 那这一件呢 就已经放了下去了 他就帮你搞定 入了所有资料 放了进来 那就是你不用 好像之前那样 又要夹照 一张照片 譬如这里 十几十张照片 夹餐死了 这里有这么多照片 有时间去搞 又不用搞这些variation 又不用自己作很多 那他自动就 map好你的照片 什么size 就去 map去什么照片 有这些 这些google的 这些google的 这些google搜索 知道 有了 所以很方便 那出来的product 是怎样呢 在版面 那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就很帥仔 已经 你见到 非常之那么正 那已经搞定了 帮你 下了东西 这里全部都有照片 那你选什么size 就出什么图 全部搞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所以大家不妨就在这里 研究一下 要找些什么product 这里他也有教了你的desktop 教你现在做三部 第一部 我们刚才 安装Obello 已经帮你 因为之前做了 Softify store 开了 接着 刚才安装Obello 帮你connect了 接着 现在我们找了第一件货 接着就等你去 完成 即买到一件货 之后 Obello另一个好处 就是 可以帮你 fulfill order 即是直接帮你下 order 跟着 就寄给客户 很简单 所以 这个apps 一定要装 如果大家再想详细 知道多些 不妨按这些 就学回 他都教得很详细 但基本上 今天这里讲这个 就已经是很基本功 大家吊息 找多几次 那你 应该你们自己 已经有一堆product 是 有兴趣想买 刚才我们 入了一件货 就有一件货 那你譬如 选多第二件货 那你就可以 很容易 就 掃到 那大家 现在知道 没有难度 那譬如这只熊仔 挺有趣的 我喜欢的 按进去 又很便宜 那你就在inpolis 可以看到 ok 这里完成 description 改好 variance 改好 image 都可以选择 例如这些就不要 这些有logo 通常我们不要 一有牌子 我们不要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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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绿色 就是ok 这些就可以ok 其他都ok 就完成 那你就可以inpolist 那你每次 搞定那些product 他就会告诉你 其实你选择了两个 你经奥比利 选择了两个 而你的货 亦都在这里 你看到你的product 都在这里 就多了一件熊仔的货 熊仔的货 熊仔的货 就是这件 那 那 这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明白 那 可以开始 真的去 真的去 试下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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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希望 今天这条片 就帮到大家 那 这个网站 也希望 很快就可以 搞定了 努力 做好 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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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学员就立刻做 不要等了 如果真的想开网店 有时 这些事情 做一做 你就会越做就越好 都不用担心 有时 学下 学下 就越学越多 今天 希望帮大家 如果那条片好 记得按赞 和分享给其他朋友 他可能都有需要 或者想开网店 不知道怎么做 就看我的影片 去到第七集 接下来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 要告诉大家 在开网店的过程 很多小问题 都要提提大家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就这样 拜拜